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欢迎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 来到今天的管家婆日记 我是管家婆董月阿姨 马上就要过暑假了 小朋友一定会记得 在前两年 董月阿姨都会在国贸 跟大家见面 那今年 我们除了每天的托马斯小火车故事之外呢 凡是参加宝宝加油APP的后动活动 你就可以获得免费的体验券 体验券能拿来做什么呢 你可以乘坐托马斯小火车 可以玩托马斯充气城堡 还可以看托马斯的动画电影 另外 宝宝加油也会在国贸中国大酒店 举行Kid Speech 小小演说家的夏令营 有兴趣成为小小演说家的朋友们 赶快来报名吧 详情在微信公众号宝宝加油 就可以找得到 到时候包括董月阿姨在内的很多的叔叔阿姨 可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暑假 好咯 我们今天的故事马上开始 昨天 我们的家族有了一个新的成员 他是谁呢 托比 没错 好吧 这一集的故事名字叫托马斯 遇到麻烦了 托马斯支县的末端 连着一个踩石场 而且要横穿一段马路 所以托马斯开到这儿的时候啊 总是非常非常的小心 以免撞到路 托马斯一吹响汽笛 人们就会从铁路旁走开 之后托马斯就 扑扑扑扑的 慢慢的往前开 货车门 咔哒咔哒的 跟在后面 一天清晨 路上 没有什么人 只有一个 大个子警察 坐在铁路旁的草地上 他要从靴子里 往外抖落石子儿 托马斯 跟你一样 喜欢警察 他有个警察朋友 不久前 刚刚退休 托马斯希望 这位新的警察 也能成为他的朋友 托马斯吹响了汽笛 早上好 警察吓得 扔掉了手里的靴子 他爬起来 单腿蹦了一圈 才看见 是托马斯 警察气得满脸通红 摇摇晃晃的 像个不倒翁 看见新警察 不喜欢自己 托马斯 开始难过了 警察气呼呼的说 真可恶 你马上停车 这里原本是那么安静 你却突然 跑到我后面大叫 我乡村生活的第一天 真是糟糕透了 警察捡起靴子 单脚朝托马斯跳过去 对不起先生 我只是想跟您打个招呼 警察靠在托马斯的缓冲器上穿好靴子 然后他指着托马斯问 你的排账器在哪儿 我没有排账器 托马斯的司机声气地大喊 嗯 胡说 我们在这条路上 泡过几百次了 从来没有出过交通事故 那就更糟了 警察撇着嘴 接着他在本子上写下了 违法者几个字 胖总管正一边吃早餐 一边看报纸 这时候 管家敲门走进来说了 嗯 打扰了先生 有您的电话 胖总管听完电话 走回餐厅对妻子说 对不起亲爱的 托马斯遇到麻烦了 我得马上过去 说完 他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在车站 胖总管见到了 那位新来的警察 胖总管和这位警察 争论了好久 也没能让他撤销 对托马斯的指控 争论生影的行人们 都围了过来 还有其他几位警察 参与到争论当中 情况变得更糟糕了 因为大家都说 法律就是法律 我们不能违背 回到车库后 胖总管觉得很疲惫 他擦了一把脸说 司机先生 很抱歉 跟警察理论没有用 我想我们必须得 尽快地 给托马斯安上 排账器和侧板 托马斯听了 难过地说 可是先生 大家会笑话我的 他们会说 托马斯看起来 像一个蒸汽机车 听了这话 胖总管猛地大笑起来 说得好 托马斯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们需要一个蒸汽机车 我去度假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 叫托比的小火车 他正闲着 我这就去写信 让他过来 几天之后 托比来了 胖总管说 真是个好火车呀 哦 你还带来了 亨利埃塔 哦 先生 您不介意吧 先生 站长 站长想用 亨利埃塔 做机设 我可不同意 是的 绝对不行 胖总管 毫不含糊地说 就这样 托比开始 拉起货车来 他拉得比托马斯 还好呢 起初 托马斯 有点妒忌 不过 自从托比 大声地 拉响铃铛 把那位 大个子警察 吓得跳起来之后 托马斯就和托比 成了 最最要好的 朋友 为什么 他们终于可以 联手对付 那个警察了 有些时候 跟警察 也是讲不通道理的 宝宝加油 明天 我们接着讲 但是小朋友们 别忘了 在周末的时候 抽出时间 参加宝宝加油的 互动游戏哦 来赢取奖品吧 宝宝加油 明天见